这就是用来坑穷人的 不要侮辱垃圾 他连垃圾都不辱 这应该算是我几年来买的最便宜的笔记本 1999 换其他品牌我可能不会买 但它是红肌 红色的肌 红肌做轻薄本给我留下印象还是比较不错的 游戏本的印象比较差 我对低价格低预算人群的点名会比较侧重一点 因为我是正常人类 我会感同身受 他们会问我就这么多钱 这个机器办公学习上网行不行 我想给父母省一点钱 这个是非常能够打动我的 那我就买来了配置肯定不高 N140核的CPU我不知道它性能 8G内存也不大 512G固态那还可以 机器是我自己掏钱京东买的不是下饭 马上开箱 我马上开箱 开箱前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中正电脑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DIY台式机 方案从1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不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小箱子也不重 里面还有一层盒子 这个袋子不能套成年人 不能套小包包 而且用中文警告了 很好 机器好像是金属的 不确定有可能只是喷涂了金属的质感而已 机器不重 机器的进风口在哪 难道在这儿吗 这是出风口 机器右边 TF卡朝耳机 耳麦两个A口 机器左边电源 C口A口两个USB口 那就那一共有4个USB口 而且不占USB口电源非常好评 锁孔HDMI背后什么都没有 脚垫在桌面粘住一样很好 单手开合不行 平的开合角度 机身的刚性非常差 键盘的手感很好 而且是黑色的键盘挺好的 这是电源键没有段落感 触摸板手感不太好 整个机器的边缘都没有隔手感 包括屏的边缘都没有 地壳的接缝处也没有刮手感 整个机器没有很廉价的感觉 电源适配器会有廉价感 36瓦小圆口150克1410克 我只是在更新系统 现在CPU占用百分之百 键盘没有背光 我就有点纳闷 CPU为什么一直满载 我都已经更新完了 重启了 CPU就是4核 没有超限程 2G缓程2M 3G缓程6M 内存是8G4800的LPDDR5 三星的颗粒 那就是焊在主板上的 硬盘好评是悉数的SN540 512G 五线网卡是瑞誉的8822CE CPU的PL12是6瓦和25瓦 主板的BIOS版本是7月19号的 阶级真卖 核显是24EU 那么能干嘛 我想想能够英雄联盟 可能都费劲 屏的比例好评 是1920×1200的分辨率 是16比10的比例 60赫兹的刷新率 京东方的屏 屏库网可以搜到这个型号 是低色域的300的亮度 实际观感倒也不是太差 至少不是烂屏 CPU的频率倒是还可以 跑测试的时候会到3.38G 内存和缓存的速度 连续跑30拉25 跑分应该不对 太低太低了 263最大 最小是242 差值是21 低的离谱了 我再继续看 看来刚才跑分没问题 老班鲁达斯CPU只有26000分 核显12000分的跑分很幸运 我就不用跑任何游戏了 新班鲁达斯总分37万分 跑分的时候一点噪音都没有 难道是没有风扇吗 这个跑分离了大谱了 什么概念了 1773的多核的跑分 目前主流的7840HS的CPU 8核16线程比他高了将近10倍 就算是前年的i5 11320H还有6000多分 单核598 目前主流的CPU也是它的三倍 CPU的其他跑分也是一塌糊涂 格式工厂剪视频 看看到底要多久 CPU的频率是1.5G左右 可怕 超级可怕的速度 格式工厂剪视频1233秒 7840HS是123秒 十分之一的速度 好吧 我们不忘了 它有一个英特尔的核显 可以用来加速 我们看一下加速以后的速度 可笑 CPU还是百分百 显卡是50%左右 核显加速以后154秒完成 只用了原来的12.5%的时间 我只是打开剪映的时间 CPU占用100% 它响应延迟非常厉害 我点右键以后 要等很久很久 右键才会弹出来 剪映剪视频 87的内存已经占用了6G CPU百分之百的占用 核显核显有占用 看这个速度的话 有可能其慢5比 那我就等不了了 坚持跑完了 是383秒完成 7840HS是85秒 快77% 硬盘的跑分也很低 SN540不应该是这个表现 我想打开3DMark 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 3DMark核显的跑分是323 可以认为什么游戏都玩不了 AMD的7840HS的核显 是它的9倍9倍核显 养生器 屏幕亮度 33304 306 319 383 391 429 348 310 知道为什么我开头说不差了吧 循环播放视频 看一下待机时间 CPU占用居然是百分百 8点半到12点18分关机的 一共开机了三个半小时多一点 这种待机时间就很普通的表现 并没有很长 单口CPU是6.6瓦2.0G左右的频率 环境温度23.1度 14分钟降到了5瓦1.7G的1.6G不一定1.6G 1.7G的全核频率 我想打开CPUZ等了很久 双烤时核显的频率是0.3G左右 CPU只有600兆700兆了 机器完全没有噪音 我有点怀疑它是无风扇了 擦线板上双烤时21瓦 双烤时CPU69度 核显68度 停下CPU单烤核显是0.75G 1万多行的电子表格 我可以确定打开都需要很久很久 CPU占用百分百 一分半钟过去了 还没有打开 基本上是这样子 你打开任何东西的话 它都会 好了 1分36秒才打开这个文件 我就不编辑了 编辑的话会很受罪 它基本上是打开任何东西 都会CPU占用百分百 只是会百分百多久的问题 你比如说现在CPU占用7% 到20%左右 对不对 我现在只是动一下鼠标 现在95%了 只是甩动一下鼠标 这只是一个文件夹 我把它甩动一下 甩动一下CPU占用百分百 好了就结束了 不用跑任何其他东西了 机器内部 原来真的没有风扇 就一块金属板 出风口也是假的 是堵死的 那就是借用了其他的模具 两边扬声器 45.6瓦时电池 这是主硬盘 一个硬盘位 没有第二个硬盘位 D壳也是塑料的 就这样子 摄像头效果非常差 首先一个没钱 千万不要买这个机器 你会让自己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雪上加霜 有钱人可以买 反正你无所谓扔掉2000块钱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有些人不傻 而且你扔掉它的时间成本 大概率已经超过了机器的价值 这就是用来坑穷人的 你们肯定有人刷它是电子垃圾 不是垃圾 垃圾也是有尊严的 不要侮辱垃圾 它连垃圾都不辱 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 我们买东西要等比例多和少 对不对 相当于你5块钱买5斤大米 结果这个是什么 1块钱买了1粒大米 最便宜的反而是最贵的 没钱就不要去浪费钱 老老实实去买更好的 这个坑我帮你们踩了 我不希望你们踩坑 肯定有人说是不是可以干嘛 不可以 干嘛都有比它更好的选择 好 然后1999价格 没什么好说的 我已经说过了 总结 你可以用好机器去卖高价 去赚有钱人的钱 但你不能用这种机器 去坑穷人的钱 可想起责交还责吗 那就减个500块钱 看有人要的话就买走 没人要的话我就卖给京东的二手回收了 会随机的时间上架的我们的网店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搜中正评测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在微信里面搜中文的 我说吧 我看见他们的邏安 儿子 继续 有点 只要你 我的心照 也好 我听不一定的 不应该